这一节我们来看一下面向对象的最后一个特征就是多态 那多态呢其实就是事物存在的多种形态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在大街上看见了一只脏骜 你可以说这只脏骜真凶猛 你也可以说这只狗真凶猛 你还可以说这只动物真凶猛 这三种说法都没有问题 指的其实都是这只脏骜 只不过呀 它们的范围是不一样的 那动物的范围更宽泛一些 那在Java里面也是存在多态的 那存在多态呢要符合三个条件 就是这三个 首先有继承 然后要有方法重写 然后要有复类引用指向子类对象 只要符合这三个条件 那么我们就可以称为是多态 前两个我们都不陌生 已经学过了 那这个复类引用指向子类对象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通过代码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呢我来创建一个 animal类 在animal类里面呢 我来定义一个成员变量 那么给它附上一个值10 之后我来一个e的方法 在这里面呢我打印一条语句 动物在吃 动物在吃 接下来我再来创建一个cat类 让它继承 让它继承 animal类 然后我在这个cat类里面啊 也写一个成员变量 叫做num 给它来一个20 注意这个num是跟animal里面的那个num是重名的啊 之后呢我要重写一下复类中的e的方法 这里我把它改成猫再吃 然后我再来一个猫特有的方法 木 那因为猫走路非常轻盈 所以呢 我在这里面打印一下 猫走路很轻盈 保存 然后呢再来创建一个dog类 也让它继承animal 在这里啊 我直接把e的方法进行重写 这改成狗再吃 然后再来创建一个测试类 animal test01 保存 在这里呢 我可以创建一个cat的对象 你用一个cat 来一个ce吧 我可以通过调用ce里面的e的方法 让它打印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代码啊 这里呢已经有继承了 也有重写了 那么要符合多态 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复列引用指向子类对象 那么什么是复列引用指向子类对象呢 来看这里啊 这里呢 我来一个animal类型 a1 右边呢 需要注意一下 我创建一个cat类型的对象 也就是说我创建了一个cat类型的对象 然后让这个animal类型的a1指向了它 这个呢 这个呢就叫做复列引用指向子类对象 我们看啊 首先animal是cat的复列 那这个呢 a1呢 就是复列的一个引用 它指向的是谁 指向的就是堆内存里面的cat对象 这个呢就是复列引用指向子类对象 那我在这里面 就用一下a1.e的方法 这里呢 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 打印的是什么 我们来编译一下 看看 这两个e的方法打印出的都是猫在吃 那可能有些同学就会想到 你看我这个是animal类型的引用 它调用e的方法的时候应该是animal里面的那个e的方法 应该打印出动物在吃 为什么这里面打印出的是猫在吃呢 这里面存在一个概念叫做动态绑定和静态绑定 来看这个程序 首先我们在编译阶段 我们java程序分为编译阶段和运行阶段 在编译阶段 程序会把这个e的方法 当做是animal里面的e的方法 注意这是编译阶段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叫做静态绑定 当我们程序在运行的时候 运行到这里的时候 他会发现这个ae指向的其实是cat的对象 所以呢 他会把这个e的方法变成cat里面的e的方法 这个呢 就叫做动态绑定 所以啊 这里面的e的方法打印出的是猫在吃 那接下来呢 我想在这里面 打印一下 num 我通过调用ae.num 这个大家想一下 打印的值是多少 我animal里面的num是10 cat里面的num是20 先思考下打印的值是多少 来编译 运行 看这里面打印出的是10 把animal里面的这个10打印出来了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成员变量不存在重写 我们之前在讲重写的时候就说过 重写只是存在方法里面 成员变量是不存在重写的 所以这里面打印出来的是10 打印出的 是10 ある 进入键箱的方式 它是一个顶部 它是预复的 就是预复的 它是预复的 那么足连